3月16号秦宵贤 在好六有了自己的家 大家都来暖房并送上了祝福 恭喜恭喜 恭喜你啊 这个 我们咋来暖房啊 我们老秦也出去来 在好六街第一个有自己的卧室了 太厉害了 我有家了 是不是家 是 每一个有家的人 我给你送一个苹果 送一个火龙果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祝你平平安 活活活活活 那就死啦 就是多补出些维生素 长大一点 那我送你这个暖水瓶 这个是电风扇 祝你顺风顺水 对啊 我主要这房子不是我租的 谁你的租的 雪星给我钱 雪星给我钱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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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嘛 都对我好点 秦宵贤是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在好六有家的人 他的家里有他习惯的财尔工具 可以帮到访的朋友财尔 还有他喜欢的滑雪板 和他喜欢骑摩托车用的头盔 另外墙上还挂着记录他成长历程的照片 楼下就是他和好朋友开的便利店老地方 老地方的左边是和老师的咖啡店有何不可 老地方的右边是他爱吃的六口水串串和烤肠 你干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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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 哎呀 好了好了好了 哎呀 秦宵贤卧室对面是李雪芹的雪花花店 他们大家一起到了雪花花店 一上到二楼就看到老秦的房间和雪芹花店摇摇相望 看着 看着 看看你每天的 雪花花店有许多鲜花和植物 秦啊 在啥呀 秦多害羞啊 何老师一眼就认出了代表老秦的植物 你看多开 你看多开 有谁能碰吗 当然你碰它它就关起来了 每盆植物代表不同的人 含羞草代表秦宵贤 没有 我第一次见含羞草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我没见过 你什么时候打开呢 多肉植物代表李雪芹 还有其他植物代表其他嘉宾 肉是我的 明显不 多肉 还好了 寓意是 寓意是 祝大家自免一丝 对 祝愿大家 祝大家多多肉 也是为你的这个出租屋提供一个好的视野 这好啊 我明白了 你在这边挣钱帮我交房租 然后你一开门还能看到 你俩遥遥相望 5月6号 这对好朋友又是俩人一组了 叫亲亲组合 他俩是具颜值智慧才华搞笑于一身的亲亲组合 亲亲组合的第一题 好 来 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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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琴 黄标 你什么档次 回答 正确 艾丽曼艾丽曼 有 刚才谁得罪你了就去惩罚谁 张彬彬 张彬彬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想二号吧 二号来准备 三二一 哇 哈哈哈 被反噬了吧 被反噬了吧 你没有听到吧 听到吗 我是觉得那边根本没有什么力道 这边好像是那样 轻轻组合的第二题 你跳我跳 开始 好来轻轻 泰坦尼克号 你跳我跳 进去 老秦已经飞出去了去吧 安全 安全 又来了 安全 但是如果再赢一次 后面就避零 对不对 轻轻组合的第三题 好来这边轻轻 白手转 发白 回 进去 干了 老秦像上班一样倒点就过来 算了我们一开始就说了这个 没抢过 来冒冒戴好来 来三二一走 老秦像浮乱的盘 人生的是什么 浮乱的盘 他们要 要么就是简陋 要么他们 他们永远能猜中导演说的那个关键词 对不对 是 事不过三 三题过后终于有人抢答对了 这对轻轻组合 乖乖戴好帽子 准备受罚 无法原谅你们 也有今天 乌乌乌乌 该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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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儿了 到这边来 你要一起逞房 站在你 你要在这里吗 站在盆林头下 快来快来 你要选择几号冰冰哥 二号 二号来 别躲太阳 走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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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玩321看这边游戏时 老秦和迪哥的精彩表演 让全场观众看得愣住了神 李雪芹作为青青队的泼水手 当场展现了惊人的泼水技能 主打一个保护队友伤害自己的战略 哇 321看这边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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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哈哈 哇 你怎么了 全在雪芹里 怎么回事 擋别人的头是自己要小心了 你擋完自己 雪芹好感人 她擋的时候 这个锅盖找了一个非常绝美的角度 321看这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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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一個曲線 全部在自己臉上 現在是 心底堆了 進了一分 好 來 我了 對 現在老秦宮 來 三二一看這邊 三二一看這邊 來 三二一看這邊 抓不住 抓 抓 再來 再來 1比1 到迪哥這邊進攻 一 二 三 三二一看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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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秦宵賢擋水時 因為拿鍋蓋角度問題 水全部溅到了自己的臉上 破迪哥使雪芹反應慢了一步 杯子裡的水全部反彈到了自己身上 不是 雪芹姐她怎麼潑她把自己潑到了 怎麼做到的 反彈了是吧 反彈了 反彈了 這次擋得好 這次擋得好 擋住了 擋住了 好 你們兩個人太精彩了 太精彩了 太精彩了 來 好來 二比一繼續 三二一看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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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欺 你的水為什麼是上虎線 在10月23号秦潇贤做客毛雪翁时 他俩也说在好溜里泼水最厉害的是谁 因为大家都是好朋友 所以在一起玩游戏就没有顾虑 这样就会给观众带来更多的笑点 可爱的雪晴在节目里也是认真对待每个游戏 他们又看到了秦潇贤背着雪晴过干的视频 雪晴看得很激动 这个太感人了 对 这个我 哎 真的很感人 最体重的自卑的那一个 这件事在老秦眼里是件小事 可在雪晴心里是治愈她心灵的大事 其实胖的人不一定重瘦弱的人不一定轻 要看身体的各方面 秦潇贤的举动治愈了雪晴体重上的自卑 可以使这个聪明绝顶的女孩乐观开朗了 10月份雪晴就要进组开始拍戏了 到好溜的机会就少了 再看到轻轻组合的机会也少了 不过都祝愿雪晴拍戏顺利 你没有赌 其实没有 没有你认为的你那么沉凉 谁跟你说的 就是 我要回忆 反正就是 就是没有必要回忆 秦潇贤轻轻的一句不要回忆真的使人感动 这个可爱暖心的大男孩 他不经意的一句话或一个动作都展现了他善良的心 老秦和姐姐和妈妈的感情非常好 他也会经常和大家分享他们一家生活中的趣事 后我就没有觉得她是我姐姐了 我觉得她更像我妹妹了 就我 就是保护欲了呗 对就开始想保护我姐的感觉了 你没有想过吗 就是 你跟这个 就跟姐姐一块长大 然后看到她 我因为 其实我是不太敢想 我姐嫁出去的时候 我会什么样 又哭死 我看网上的 然后弟弟都娃娃哭 这么大弟弟不会娃娃哭 都是 我大弟弟都娃娃哭 我觉得我 但是我小时候有一个我二代家企业 一直住我家 他结婚的时候我也哭 是吧 都哭 就感觉这人要走了 对 我就看婚礼上弟弟都哭得老惨 我现在都不敢想 我都不敢想 有温暖有爱的家庭 才会有善良温暖的秦潇贤 嫁人 我去那 那他期待吗 其实他自己也不期待 叫老秦宠成了妹妹的姐姐 也是可爱的 你告诉我 你们里边还有谁 你还记得你要回北京吗 嗯 你讲清楚啊 你讲清楚 一定要想清楚的再回答我 你看 我就说吧 就是笑 我跟陈八方有什么像 哪里笑 你不像陈八方 你像他妈 啊 我像他妈呀 我 我像他妈 我多么温柔的一个姐姐 你再想想 姐姐多温柔 你在跟他妈一模一样 温柔善良勇敢 又大方的姐姐 不不不不不不不 不是这样的 baby 姐姐是多么可爱呢 嗯 宝贝 你自己上成都 是受到什么刺激了吗 姐姐一直在家里都是 非常的温柔啊 你还记得吗 行那等老秦来吧 你俩是常常见 常常见 他是一个好说话的人 好说话 而且脾气非常好 真的啊 而且就是那种 很温和 就是你在这个人身上找不到任何的 嗯 利器 是吗 嗯 就非常平和的一个人 嗯 然后对家里 但我印象你才是 就是小男孩 对 但其实 其实挺成熟的 那些 非常非常好 在朋友眼里秦肖贤是个顾家温和内心成熟没有力气的人 看他礼貌的对待所有人就知道了他有颗善良的心 老秦和雪晴去新加坡录制综艺被毛毛说是度假 雪晴急忙解释 跟着毛毛又拿雪晴开玩笑 毛毛的一句玩笑话 老秦来了雪晴什么都不会干了 这天好前夜来雪晴啥也不会干了 太阳了 毛毛开启的八卦模式非常好笑 希望他们的友谊第九天长 秦肖贤 李雪晴 这对亲亲组合给大家带来了无限的欢乐 也使大家在生活中忘掉了烦恼 每天都开心快乐 这是他们希望的 同样他们也做到了 也祝愿这对亲亲组合生活中开心快乐 希望这对好朋友各方面都越来越好 我们目前台头看到的这边星空呢 离我们最近的一颗星星距离我们是4.4光年 所以说离我们最近的一颗星星 他们想让我们看到他发出的光也走了4年多 刚好他走到这里 刚好我们抬起头 这是一种非常浪漫的相遇 这是来自宇宙的浪漫 那我觉得更浪漫的是 我们抬起头可以看到数万年前的星光 然后转过身就可以看到彼此 这是人与人之恩的浪漫 在地球上的不同地点 不同时刻抬起头看到的星空都是不一样的 祝大家人生如此刻 转头就可以有眼神的相遇 如星辰光芒璀璨 我们下期再见